民進黨內閣共識營第二天就碰上了 炸氣飯又被壓到大陸 新政府各部會展開了模擬演練 整個團林圈說 陸方傷害台灣司法跟人民的信任 另外 專法務部長邱泰森則表示 法務部長跟陸委會都有贏 一貫笑臉咪咪眼 但被問到我國炸氣飯又被強行遣送到大陸 未來還會有這樣的狀況嗎 是不是將來兩岸都是這樣的模式 陸委沒有32個人被壓到大陸了 陸委怎麼看 將來是不是都是這種模式 內閣共識營剛好碰上前一晚 台灣籍嫌犯共達32名被強壓至大陸 新政府法務部陸委會跨部會聚集 提前模擬演練 帶到中國大陸去 這個做法 基本來說是傷害到台灣的司法 的這個部分 司法權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沒有辦法解決 不容易是沒有辦法來妥善解決兩岸打擊 共同打擊犯罪的這樣一個機制 林全話說得重 但這批馬來西亞炸氣飯情況有別於上回 真的是台灣司法行度不夠嗎 或是越境520北京當局擺明衝著新政府而來 剛才你提到是不是對岸真正的理由我們不確定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法治社會 在沒有充足證據之下 那麼對於涉案人所能做的是有限的 所以兩岸打擊共同打擊犯罪 最主要的還是要能夠在證據取得 以及它的這個嚴謹性 肯亞事件延少至東南亞 儘管還沒上任 陸方都先給了新政府隨堂考 建設兩岸關係跟國際外交現實 也難怪蔡英文上任後 要不要出訪巴拿馬 國安外交團隊謹慎評估 前往巴拿馬這件事情 我們會優先考量 那目前是還沒有做成任何的決定 有沒有考量這個中國大陸會派代表 我想各種相關的因素 都必須要納到我們的考量裡面 所有可能會跟安倍來巧遇 這個部分真的是到目前為止 沒有這些相關的規劃 傳出巴拿馬有消息人士透露 蔡英文已經表達出席意願 但吳釗燮遲遲不鬆口 畢竟近來跟北京 日本方面多有摩擦 外交情勢險峻 也考驗新政府上任前的危機處理 有地位林委屈的劉軒台北報導